中国足球终于有人说实话,李伟峰揭开国足乱象怪不得进不了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憨,尽管亚洲球队整体成绩并不是那么出色,但至少他们还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自己,而国足已经连续16年没能打入世界杯,中国球迷们也只好借各种机会调侃一下国足。 然而近日李伟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终于揭开了中国足球的乱象,他认为国足难尽世界杯的真相是,很多球员挣钱太多,因而并不想提高自己,近年来,随着足协不断推出全新的外援政策。 这也导致国内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身价的普遍高涨,他们的待遇也是水涨船高,尤其是在U23新政推行以后,很多球队的年轻球员即便是每场比赛把板凳坐穿,或者象征性地踢几分钟,也依然可以有百万千万的年薪可以拿。 这也导致了很多有潜力的小球员,为了钱回到了国内踢球,李伟峰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,他认为日本韩国水平高,和他们有很多球员在欧洲踢球是有很大关系的,反观中国足球,在这方面与日本、韩国的差距很大。 李伟峰认为,这可能是因为在中超赚钱太多了,球员们不太想去提高自己,不愿意去国外也不敢去国外踢球,李伟峰的点评可谓是非常到位。 回想国足第一次进世界杯的时候,范志毅、孙继海、杨晨、李铁、郝海东这些球员都具备在国外踢球的实力,范志毅更是水晶宫队的队长,有机会与利物浦签下合同。 孙继海、李铁都曾经在英超立足,杨晨也当过法兰克福的队内最佳射手,然而如今的这只国足,最牛的吴磊,告林他们也不过是在中超联赛当一当大王而已。 然而如今的这只国足,最牛的吴磊,告林他们也不过是在中超联赛当一当大王而已。 在李铁峰看来,国足要想在背来打入世界杯,应该有更多的球员像香川真思,本田归佑,孙兴敏那样去欧洲踢球,不过他同时也说出了中国足坛的乱象所在,那就是在国内踢中超,可以年纪轻轻就挣大钱,开豪车住豪宅,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下,又有几个球员的心思,释放在提高球技上的呢? 感谢观看